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羊 很多粉丝说你帮别人带个狗 你自己有狗吗 来就是我身边这一条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喂养的一条德母 寿家的一条肿狗 这是一条辛巴的儿子 现在有一岁八个月 可以看一下他整体的状态怎么样 来给大家拍个镜景 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是狼王辛巴的儿子 可以看一下 肩高在七十二三左右 体重一百零二 可以看一下 这个体型确实不小 现在有一岁八个月 是我刚引进怀的条肿狗 那么很多粉丝就是说 阿羊你老是帮别人带个狗 你自己究竟养了多少 那么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好好看一下 我这边我自己养了多少条 因为我这边的话 我有一个朋友 他这有一个废弃的一个修理厂 那么我刚好这里 他在养了几条 一一带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最想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这条德意的一条 当家的德母的一条肿狗 这是辛巴的儿子 他叫哈雷 非常的漂亮 好 跟着我一起往这边看一下 这边有几条德母 还有几条边母 还有一条拉布拉多 咱们一口来看一下 远处那边一排的绿色的笼子 大家看见了 一会儿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咱们看到的 这是一条九个月的咖啡色的边母 可以来看一下 它是一条公圈 就是一条公狗 这是我已经迎回来当总公用的 这个花色实话实说 不是太完美 但是依然是七白三充 不过作为配种的肿狗 我觉得购物非常的活跃 现在才九个月 那么这是一条非常典型的 平背的一条德母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条母犬 现在刚一岁 现在正发的情了 到时候要咱们狼王的孩子 辛巴来介绍 所以说辛巴和他出来一条 绝对是不错的 配衣我绝对不错 它是典型的平背 再加上辛巴 这条狗的腿的颜色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红 体的话也非常的大 肩膏也就在70左右 不过是稍微有点瘦 两天给你摘摘摘 听话 好来 咱们一起往这边看 前方这一排绿色的笼子 就是 我重点给大家介绍的 这都是我的总母 我为了一条德母的总母 好到这边的话 我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边的总母 到底你们看一下怎么样 因为说实话 我对德母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也养了几条 这条是六个多页的一条 公辈的一条德母 它的名字叫欧里 它现在六个多页 个头不是太大 但它的咬口和动力 非常的不错 这条是一条五岁的双血统的德母 大家看过我视频的应该知道 这条德母是我拉回来自己养的 这是一条粉症的德母 现在五岁多了 已经配过了 用咱们的新妈儿子哈雷配的 这条是一条年轻的 现在十一个月的一条德母的 一条平背德母 也是一条母犬 这条狗的个头也不小 来我让大家看看它的牙齿 它还不是太乐意 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一条非常年轻的狗 现在还不到一岁 来这边 这是一条一岁半的一条平背的德母 怎么来说呢 背比较的花 属于花背 这是我自己养的 陨石色的边墓的一条种狗 蓝陨石的 现在两岁 那么边墓大家都知道 有陨石色的 有蓝陨石 有红陨石 有黑白的 有咖啡色的 有金色的 金色的咱们叫做金边 那么我这条陨石色的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个头虽然不是太大 但是毛量各方面还可以 来再往这边看 这边笼子里面关了两条 一条黑白色的 这是我的一条黑白色的种狗 七白三通的 这条是拉布拉多 现在一岁半 已经怀上我 已经怀上狗仔了 现在有40天了 可以看一下 肚子比原来的稍微大了一点 对阿阳的狗还满意的话 评论区给阿阳留言 没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 咱们下期接着介绍 咱们里边还有 咱们下期待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